Demo一下幾個啦 也許類似這樣的形式 因為我有做一個App 最好將來你可以在Play商店能夠被找到 這是最棒的 OK Play商店 只是說你要把東西上架到Play商店上去的話 你需要有一個 什麼一個開發者帳號 要付25塊美金給他 然後把它傳上去 那當然呢 我這邊有做了一個Demo 就是為了要讓同學知道說到底要做出來的形式長什麼樣子 所以你們可以在Play商店裡面 搜尋一下 搜尋什麼 搜尋我的名字 這樣應該很簡單 那裡面的話呢 基本上我有做了這幾個 那其實最後一個並不是我做 這是之前上午課學生做的 他就是把什麼呢 把我們講的這些東西 有沒有 他很認真的把這些全部的東西 包成一個App 就是這些 而且甚至把裡面需要用到程式碼放在這邊 所以如果你想要把我上面所有的 因為我沒有講到程式啦 因為我擔心程式對大家來比較 比較難 但是我其他地方上課是有講到程式部分 他是很認真 他就把所有的東西 通通打包之後呢 就做出一個像這樣的一個App 裡面可以登錄帳號 有沒有登錄帳號之後 裡面還有列出 很多的範例題 然後有什麼範例1 範例2 這邊用到的技術是用到JavaScript 他裡面很多題 如果有興趣的同學 如果你不排斥程式的話 你可以把裡面的題目稍微看一下 有1跟2還有資料處理 甚至Youtube Youtube指的什麼呢 因為我上課有錄影 所以他甚至把我的Youtube影片 把它加到裡面 也就是說如果你想要把這個 後面啦 當然因為有些同學是覺得城市太難了 當然我也希望講 不過對大家 障礙是比較大 不是每個人都對於城市 有興趣 所以如果你對於城市有興趣的同學 這個延伸性還蠻大的 你第一個 你可以把它裝 安裝起來 裝了之後的話 當然 建議你最後的話 給5顆星好了 盡量給不要不要給他太低了 你會發現這個人 我也給他5顆星 有6個人給他5顆星 底下的話 幾乎都是5顆星 那蠻厲害的 裡面的話呢 基本上就是把城市也秀出來 就是長這樣子 就是JamaSphere第一階段的題目 第二階段的題目 我有兩個階段 有難到 有比較簡單到困難 所以如果你有興趣的話 還有 有關資料處理啦 實際上應該要資料庫 資料庫的應用 也就是說把資料怎麼存在手機裡面 可以用到什麼呢 這個local storage 或者像什麼seql的資料庫 還有像什麼web的 那個什麼 那個json檔案的方式 有這麼多啦 甚至呢 他這邊youtube還有 有吳清華老師教學 你看他把我的影片也把他簽進來了 那這同學真的太認真了 所以當然這個地方的話 第一個是如果你Google搜尋我的名字 會找到這個是我們那個 等於這個課程的延伸啦 那第二個就是有一個叫徐志摩 這我也做了一個 這個徐志摩主要是給各位當成什麼 當成是你的那個最後期末大概長這樣就可以啦 反正裡面不外乎就給一個照片 然後一個什麼netbar list view啦 反正我希望看到就是 你要有我們上課講的這些 主要的元件就可以了 至於你要放中間 放上面 放下面 都沒有關係 你只要不要放很奇怪的位置就好了 OK 而且你也不要放太多 因為netbar最多大概四個吧 你放五個好像會怪怪的 四個 然後呢list view可以放比較多 所以你會放list view進來list view 然後他是一層一層一層的關係 所以我會把這相關的畫面呢 把它結結結結取上來 但如果你要把 我還是建議啦 如果你將來做的東西 你如果真的希望以後人家一搜尋就可以搜尋到 比如說搜尋你的名字 或者搜尋什麼 像徐志摩 你會發現喔如果你搜尋徐志摩的app 有幾個呢 請各位猜猜看 看這種大家應該會很多吧 我之前搜尋的結果好像 只有 其實就一個啦 這個是星座 這是格言 所以你會發現喔 如果找徐志摩就會找到我 但是我跟他並沒有關係啦 我主要是覺得說這些我只是把它做個demo 所以你們期末 大概做出來長這樣就可以了 那我是建議 你可以呢把它下載下來因為目前4.3顆星 居然有兩個人給我一顆星 那所以你們如果下載的話千萬不要是上面這兩個 下面 這樣喔 另外的話我還寫什麼 其實因為 因為 經常會高速公路或很討厭塞車 但是呢我裝了別人的軟體喔 我又覺得說 別人軟體很麻煩 光點進去就要等 就是還要點點點才能看到路況 有時候在開車的時候 如果要看路況的話 太危險了 所以後來自己寫了一個看路況的 按下去馬上可以看到哪邊有沒有塞車 尤其是北部啊 經常 南部 而且我又經常到處跑 那所以呢有沒有塞車馬上一看一目了然 那當然相關的那個高速公路況的App很多 可是缺點都是你要點進去再點進去再點點好幾層之後才可以看到路況 那我這個App好處的我只要點進去馬上可以看到路況有沒有塞車 那這個是針對我自己習慣的用途 另外我也很喜歡到那個海邊 去做一些海上活動 包含就是像什麼 游泳啦 當然我不釣魚啦 比如說浮潛啦 衝浪不過我也不會衝浪 知道至少要那個啦 他很想要衝浪因為上次去那個 旗津看到蠻多人在衝浪了 去烏石港看到蠻多人 蠻不錯的 那所以呢我很喜歡 所以我就做了一個App 那這個App是怎麼樣 可以馬上看到目前 的滿潮或退潮的情況 那你可以點選7天內當天還是7天內的潮汐 你自己馬上都可以看到 所以這App其實 導致還蠻方便的7天內 那我可以看到 如果是滿潮有沒有 那 幾點幾分退潮 幾點幾分漲潮 那我就不用去觀看 像那一天去那個 旗津就可以 剛好滿潮 那我馬上把我的App拿出來 秀給大家看說 幾點幾分滿潮 大家一看怎麼知道 因為我有手機App 馬上就知道了 OK 所以這個地方的話 當然 主要也是因為自己的興趣 所以把自己的興趣 跟這個App結合在一起 那好處是說 你會知道說有多少人下載 而且他 會有一些 訊息讓你知道 哪些人喜歡你的App 諸如此類的 那你裝了之後的話 當然我們也可以demo 所以這邊的話 我會把那個 這個demo 其實我是建議你可以裝一個 裝一個那個什麼 一個叫 Team Viewer 比如說我想要demo給各位看的話 我可以把那個Team Viewer 他有一個叫 手機上面有個叫Team Viewer 所以你Google 你搜尋一下 有個Team Viewer 那他比如說我想要把我的手機畫面給大家看的話 以前 他裝一個線還幹嘛 我有買一條線1000多塊 我後來發現沒有這個好用 直接 可以在手機上執行什麼 執行那個 一樣Team Viewer被遙控的那個 小App 那比如說我想要demo那個剛剛講的 比如說 像那個徐志摩這個部分好了 我demo給各位看一下 其實我可以拿那個 這個軟體把它連線 那你可以看到這邊有個連線遠端遙控 這個時候的話 我可以把它遙控給各位看一下 基本上我把它允許一下 手機會跳出來 各位有沒有看到 徐志摩這個地方就出現了 這個是我寫的 把它打開來給各位看一下 長得像這樣子 其實 我對這個徐志摩還蠻 感覺蠻有興趣的 為什麼因為這個人真的很有趣 他 真的34歲在他 最頂峰的時候呢 居然就撞 那所以就那個 那主要我發現了 其實都跟那個 露曉曼 有點關係 他其實為了什麼 你會發現這邊 他在幾歲呢 他在28歲 持續北大的教職 和 露曉曼結婚 然後呢 在同年 跟露曉曼去歐洲旅遊 1925年要去歐洲旅遊 不要說 1925年那個年代 現在要去歐洲其實 比較簡單的 不過那年代 不得了 但是他其實 因為這樣關係 分別可能也是 經濟上的考量 所以 他 變成說 這邊有個 這邊一樣 主要是這個形式 你會發現 都跟我們上課講的一樣 那你可以發現這邊還有什麼 飛機失事 他在 34歲的時候 就因為 為了要趕 到處要監客 所以在 34歲就 還蠻可惜的 那當然這個 App主要是要紀念這個人 他這個人還蠻妙的 在當時 很勇敢的跟他第一任老婆離婚 那後來又愛上了不該愛的人 那個那個誰 那叫什麼 張又怡後面一個叫什麼 那個 就 蠻喜歡他但是不敢跟他在一起 後來才有 露小曼 那所以這邊的話都有個紀錄 所以如果對於徐志摩有興趣的人 他各式婚姻 還有什麼 意識 他有相關的意識 我把他列出來 然後 還有生平這邊都有 你會發現這邊可以卷 然後相關的他的 戀愛史 生平 結婚 等等 這邊都有 把他列出來 所以 那這些資料來源是來自於那個 網路上的那個 那個 Kiwi 那個什麼 那個維基百科 所以這邊的話都有列出來 那我希望將來你們做出來的 這個 期末的作業 其實就盡量類似長的這樣子 那當然最好是可以怎麼樣 如果可以的話 你也可以能夠在什麼 在那個Play商店 如果你有上架的話 那更好 等於我就給你打一個非常高的分數 因為這樣我就非常連貫 你也不用 交整個吧 你就是告訴我一個 最好給我QR Code 最棒 我直接掃描那個QR Code 然後我就把你的作品 裝在我的手機上面 馬上可以看到 這個感覺就對了 其實本來人家就是要這東西 不然你跟人家講說你到底會不會做 其實都是多餘的 你就秀給你看就好了 或者甚至 像 人家如果問說 那你有 有沒有App 你乾脆說不然你搜尋 你的我的名字 我剛剛不是搜尋我的名字對不對 你會發現有四個 而且每一個至少都是4顆星以上的 當然 至少也不會太差啦 就像那個東吳 下個禮拜要找我當評審 其實也有個原因啦 就是你如果Google 什麼App的 設計教學 我好像目前排在Google 好像排在前三 好像第2還第3吧 所以基本上的話 當然 你如果能夠被找到 那當然相對的 你表示 你在這方面是有一定的 累積一點東西 App其實呢 我至少也 曾經 拿到 拿過 那證照考試一出來 馬上去考試 Android的證照 然後另外的話呢 他們有一些考試啦 比如說包含那個 考場 人員啦 或者是說 監評 甚至他們的評分 我也都有 參與啦 OK好 那這邊的話 大概就是 有一個類似 像這樣的App 其他的話呢 還有什麼呢 還有就是 剛剛有跟各位提到的 這個好像有點 雷格了 把它關掉一下 剛剛有提到就是 如果 你們對於什麼呢 對於那個 這個 剛剛有提到的 除了這兩個 不過這個潮汐 如果你不到海邊 你就僅供參考 現在是如果你到海邊 如果人家問你說什麼 漲潮 什麼退潮 其實你就把我的App 裝起來 就知道了 高速公路呢 如果你家有開車 你就跟他推薦好了 我記得要 叫他 就是評分的時候 手下留情 好那再來的話就是 JavaScript Demo 這個地方 Demo部分的話呢 我這邊也有把它裝起來 裡面的話就是我剛剛提到的 這邊 有一個叫什麼 JavaScript Demo 這個還蠻好玩的 裡面的相關功能我覺得這個學生真的 非常非常認真 而且他的畫面有沒有 他每個地方都加很 不一樣的顏色 我覺得他真的 他光做這個App他花了很多時間 而且我其實也非常鼓勵他啦 他最後做出來之後呢 其實他沒有上架 那沒有上架呢 我就 說你就很可惜 你沒有上架等於是 你最後的一里路 可能已經到達終點了 但是你 並沒有把他跑到跑完 我說你要不要把他上架 他就猶豫了一下 後來我就一直每次遇到他說 你為什麼他沒上架 遇到他你為什麼沒上架 最後他可能 忍不住了 他已經覺得受不了這老師 為什麼一直 叫我要上架 後來他終於把他上架了 但是他上架之後呢 我覺得這個結果是好的 因為他之後呢 他就對這個 這個領域的東西 他一定有一個成果了 而且他之後呢 也許他 更好的發展 我覺得馬上你就 你有沒有app 馬上就說出來 不過最近我又遇到他 我說 為什麼你的app 只有一個 你的第2個app在哪裡 他就不好意思 不過可能會不會第2個 慢慢產出 不過還是要有人去push 我建議 你們將來 做好的app 如果有機會 還是要上架 但如果你沒有辦法上 你如果沒有 辦法建一個帳號 沒有關係 你可以找我幫忙 我可以幫你放上去 但是上面你可以用的名字都沒有關係 可以將來你搜尋 至少你上面可以關鍵字裡面呢 可以把你自己的名字放上去 以後人家找的話也比較方便 在這裡面可以做什麼呢 基本上他 登錄 第一個他可以我們可以學要登錄 比如說畫面有沒有 可以登錄帳號 帳號密碼可以加進來 裡面的話就有相關的這些設定 那你會發現這個畫面呢 都非常的似曾相似 為什麼進來的第1個畫面 他是用什麼 List view 而且是inset 就是那個圓角 那裡面的顏色呢 不過他顏色比較鮮豔 為什麼 因為他有用到 我們之前講的 變更顏色 有沒有 他畫好多顏色 而且他還蠻用心的 他每個顏色都給他試 不過我發現這個還是要有點美學的 那個 這個部分細胞可能要夠 不然的話做出來真的 會不好看 但看起來這還OK啦 還有另外呢 他的icon 有沒有 他底下的icon 我記得他有 變換其他的 所以這個底下有沒有 JavaScript 1 JavaScript 2 然後資料處理 這邊都可以點 有沒有 而且他很用心都換不一樣顏色 另外上面這邊有沒有 他這個 圖示 有沒有 也似曾相似 這個上個禮拜才講過的 那下一頁呢 他是用這個啦 用一個 應該說reload 還是什麼的 放不一樣的圖示 然後可以home回去 那再來的話呢 其他還有什麼 我發現他好像少了一個YouTube跟他那個上面 YouTube影片拿掉了 OK類似像這樣子 那裡面的話呢 你可以 及格不及格的練習 他按確定之後的話 他會先 跑出結果之後 然後呢 再讓你看到那個程式 他甚至呢 把那個JavaScript程式 秀出來給你看 那你只要怎麼樣 把這些程式打在你的 那個網頁裡面的話 就是你那個Dreamweaver裡面的部分 他就可以秀出類似的效果 所以你可以透過 我覺得這個App好處就是 有些效果你做不出來沒關係 你可以到裡面找找看 比如像什麼 剪刀石頭布好了 假設 我出他出 1 我出2 有沒有按確定 剪刀 因為他這邊會 剛剛有個Alone 他是1 表示他是出剪刀 那我就出2 按確定 你出石頭 電腦出剪刀 有沒有 你贏了 那程式怎麼寫的呢 其實就是這些 所以如果你想要寫 剪刀石頭布的程式 上面都有 你應該有些地方可以參考 不過這個有點難度 如果後面假如有時間的話 也許我們可以 帶一個那個簡單的程式 讓大家稍微了解一下 如果還有更多興趣的話 你可以把裡面大概run一下 這邊上面都有 OK 大概是這些東西 那 待會的話呢 我們就會回到那個剛剛 講的這個部分 這個幾個 幾個App 提供給你參考 那 主要 比較重要的就是我剛剛講的這個 這個 那個徐志摩 期末的 作業 其實就是期末成績 我希望看到類似就長這樣子 反正就是一個人 文學家 你可以是古人 也可以是現代人 那裡面主要 可能我希望看到就是 至少會有 像這些什麼 一些 土啊 這些東西 Netbar等等的 內容部分的話 主要跟那個文學家有關的 就可以了 這邊的話可以上一頁 回上一頁 好等等的 OK那把畫面呢 先還給各位 先 還給各位試一下 那剛剛提到的那 幾個App 如果有興趣想要參考的話 針對那個期末作業如果有問題 其實你也可以 試著把那個 我們的App可以把它下載下來 稍微了解一下 其實 基本上這個App 可能 裡面用的技術呢 也是我們現在 所用的 那最後呢 其實只是做一些簡單的驗證 把它傳到 Play商店 就可以 上架了 不過上架前 還需要做一些事情 可能就是拍照 就像我要你們做簡報一樣 那簡報裡面呢 其實就是拍畫面了把你的 成果 拍下來 那Play商店上架的時候其實也要你們去做拍畫面 因為他要在 人家下載之前 先讓使用者知道說 你這個App 簡介一下 所以這個簡報 裡面放的文字 放的圖 基本上呢 就跟你上架會需要用到的那些是 類似的 所以如果你那個簡報部分呢 假如說你不知道要放什麼 你也許可以參考一下 那個Play商店裡面的App 到底人家都放了哪些文字敘述哪些圖 大概讓我知道一下 你這個App 有哪一些特色 OK 這個部分跟各位說明一下那個 期末的那個部分 呢 好